今年一些所謂敏感人士去調教族重現 你需要說一下其實這年那些生活情 或者現在做民調的社會懷疑 在面臨著一些什麼的挑戰和困難 我很感謝你的問題 這個可能是一個專題項目要講幾個小時 我試一下精簡一點想 就是其實由我們離開香港大學 基本上當時由於我的退休和民營的發展 新一浪的社會事件是剛剛起步的 所以當時是沒有預計到原來離開了大學之後 這五年是發生一些當時意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在離開大學不算太久之後 我當時所謂心路歷程的第一掌燈就告訴我 原來離開得挺合時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因為原來我們成立了自己的民意研究所 接著繼續運作 當然很多事情改動了 但是未來之後呢 我們發覺當時在大學工作的民意研究隊 就是我已經離開了 但是其他大學都是有的 就原來他們遇到的困難 是比我當時遇到的更加之大 令到他們的工作是要停止的 差不多要絕對停頓了 因為校園封閉 學生做了其他事情 大學整體依然是牽入了社會運動裡面 所以當時已經不是在說法例問題、敏感問題 而是根本上整個客觀環境是做不到調查 原來我們不覺不覺 是可以離開之後雖然很艱苦經營 就是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而當時一些學術界的朋友做開研究 都是要我們幫忙的 因為當時他們真的做不到 有些定期研究就斷了 又不是很好 經費應該已經有了 所以第一盞燈給我當時的感覺 就是蔡翁失馬 焉知飛福 在當時來說 在前期 第二個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我們離開大學獨立 成立獨立研究團隊的時候 其實是叫做第一次測試當時香港社會 香港市民對我們的支持程度 因為以前的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都是一些專業研究 但是離開大學其實要找個地方 找個工作間 其實我們都是沒有經驗的 但是當時有很多熱心的市民 記住當時都沒有社會分化分裂 以至到新一浪的社會運動是這麼嚴峻的 但是其實都感受到 當時市民對於我們過去二十多年 當時的工作是很支持的 雖然我們當時從來都沒有說要籌錢 我以前是離開大學之前 沒有要求市民做了一些什麼事 只不過間中有些活動 譬如是三二三民間全民投票 就是2012年的時候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發覺很多市民會出來幫忙 我自己覺得在這五年裏面 尤其是一兩年 是很感受到市民對我們的支持信任 亦都可以說對我們的託戶 暫時其實都是重的 所以在當時來說 心情都相當複雜 但是未來大家就知道社會發生什麼事了 其實社會由我們離開 剛好由我們離開大學 19年到現在 是全線下跌在所有問題上 如果大家記得還有疫情的問題 其實正程接著就是疫情 接著現在不知道什麼情 底下我們會發覺 社會是遇到真是前所未有遇到的挑戰 譬如我們已經初步穩住一些陣腳了 甚至可以幫到一些學術團隊工作了 但是突然間我們當時真是不知道 曾經說過在林鄭特首的治下 可能是豐盛的 沒有出現到 只是有些時候艱苦一些 但是如果那種情況出現 其實全部事情都不能做 我們和你們做的都做不到 從研究角度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有些是歷史價值 有些市場價值雖然有 但是有很多事情在那裏做 就是因為有些數據 你不去在那段時間去爭取去搜集 你之後是會收不到的 甚至是失真的 所以我們所謂不做或者停做 其實有時是蝕底做的 這些我們都叫做在這幾年 尤其是疫情時候 正程再加疫情都全部捱了過去 那下一輪的挑戰大家就會上得到 就是由於正程的出現 就是國安法 以及最新的23條的國安條例立法 那這些是另一類的挑戰 所以這種挑戰也是前所未有的 就是我自己做了三十多年的民意研究工作 當然我們都要講的是科學及民主 因為五四精神我們堅持 兩者沒有衝突 但是我們要做一個科學研究 要做一個用科學去推動一個民主的理念 其實在現在來講是相當艱難的 我們雖然是很重視守法 但是現在我們是連底線都不清楚 現在這個是以前都未出現過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等判例 現在有些案例開始出現 但是大家都到現在都明白 我以前都讀了少少法律 都知道任何的 用法律為先的社會框架 是代價相當之高昂的 以及是要等很長時間的 因為每一個判例到最後 去到終審 任何一個國家的終審 可能都經歷很多年 然後再可能會改變 反轉了這個世界 就是法律是這樣進行的 所以我們現在整個社會 在承擔的 包括我們在內 就是法律的蒙古 會令到我們就算很尊重法律 很講求科學精神 都要有所顧忌和迴避 這個是我們現時看到的一些難處 以上的簡單單由我們出來之後的 早期中期後期到現在 我想我簡單總結一下 因為不想用今天的時間 說我們的心路歷程 我自己經常跟自己說的 民言我們的團隊的盛須 我們的安危 本身就是香港一個社會指標了 雖然這樣說好像有點傲慢 還有在我們的社會指標 我們都從來沒有擺進 這個是民言狀況作為的指標 甚至不將香港民意研究的質素量 質量以及專業程度 擺進去這個社會指標裡面 因為可能有一個利益衝突 但在外國地方是常常擺進去的 就是一個地方的國家 它的民意研究水平 以及它的自由程度 它的先進程度 就是這個社會的好指標 我自己這樣去看自己的時候 我只是能夠在這個時候告訴大家 我們民言繼續存在 兼且在工作中 我們是有很多的考慮 一男子六個因素 告訴大家今天 是艱苦的 但是在艱苦的時候 我自己仍然記得 在我們五年前開始民言的時候 是看到我們以前二十幾三十年做的工作 其實也是有很多無形的支持 我們不知道的 所以某一定程度上 我自己雖然意在是艱苦 但是我是信任香港市民 信任香港社會 我們能夠繼續維持 生存到現在 當然社會有很多不同的推拉力 也都我不喜歡將它分成兩大三大政治陣營 泛黃泛藍 我不希望這樣看 但是整個社會所有因素 都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正向的力量 也都有負向的困難的地方 但我仍然相信 甚至堅信 我們能夠存在的今天 是能夠顯示出 香港仍然有正向的力量存在 而我們希望能夠越來越好 好,唯有這麼說 多謝你有問題 曾經未來 謝謝你 謝謝大家